开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各位飛池中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們今天來到的是白爛區爛爛路87號 今天我們特別邀請到的是白爛貓的作者麻吉爸 來為我們導覽這個超有式特展 那我們話不多說就一起來看展覽吧 好的那我們現在來請麻吉爸幫我們來介紹一下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今天想跟大家介紹一下就是白爛貓超有式特展 然後首先呢你先進來的時候 一開始就會看到一個大大的白爛貓紓壓會館 然後還要一直標榜純這件事情 要告訴大家說裡面絕對沒有做一些讓你覺得害羞的事情 然後我們用了比較閃的霓紅燈讓你有一點 就是進入一種台灣的比較台式的紓壓會館的感覺 然後進來之後呢 你就會看到就是這邊會有一個 牆面會告訴你說很像健身廣告一樣告訴你說 紓壓前你的狀態跟紓壓後你的狀態會是什麼 然後告訴你說你看完這個展之後你會得到什麼樣的體驗 然後一轉身過來就有個大大的白爛貓的老闆坐在服務台上面 就跟你說第一次來嗎千萬不要緊張喔這樣 然後我們之後再走過來就會看到 這次在超有式特展裡面會出現的每一個角色的介紹 讓你在還沒逛展前可以更一步的認識白爛貓家族的這些角色們 然後之後呢我們就可以陸陸續續的往前 在這邊呢還可以看到我們紓壓社的專業執照 當然上面都是亂寫一通啦 那詳細的文字內容大家可以來看展的時候再詳細看一下 然後到這邊就可以看到這次超有式特展裡面 預計會有的一些主題的標示圖告訴你說 裡面大概會有哪些東西可以讓你玩 然後之後我們就往前可以看到這一條很大的一條白爛貓的星光大 然後這一個地方呢它就是將我這兩年來創作的所有的貼圖 不管是會動或是不動都把它展示在這個地方 然後打了很漂亮的燈讓你可以像網美一樣站在中間 然後拍一個很漂亮的擺一個很漂亮的pose 然後拍一些很漂亮的照片 然後這一個部分在拍照的時候會變得很漂亮 所以就會變成比較適合網美們啊 或者是各位網帥們打卡的聖地 然後在這邊同時還可以看到有很大的白爛貓忍者 躲在天花板上面 讓你可以利用跟地面拍或者是跟天空拍一起與它合照 然後我們再走過來這邊呢 這邊則是反過來的白爛貓從地面上仰頭跟你一起合照 所以你也可以透過天花板或者是跟地面跟它一起合照 然後之後呢再走到正中間就是白爛貓的聖地 因為白爛貓因為貓給大家的印象就是像貓黃一樣 所以我們就把它弄成像是聖殿上的神 然後白爛至上擺一個帥氣的pose 然後旁邊還有兩個希臘的有點像是古神話的保鏢 在它身邊在守護著它 然後之後我們往下一個展區走這邊就可以看到 我們舒拉會館的第一站 因為這次舒拉會館就是標榜的就是身心靈上的鼠牙 所以來到健身房呢就是可以獲得身體上的鼠牙 然後這邊可以看到有白爛貓在玩一些拉繩啊 或者是白爛貓家族的每一個健身廣告 就是各種修圖修過頭的白爛貓的角色 然後再到這邊來呢可以看到就是有一些 譬如說像太受欠慰食啊或者是吃胖好難的這些牌子 如果今天你有過於吃太胖或者是吃不胖的困擾時 都可以拿在手上就是打卡說太受欠慰食 然後好亂的朋友暗怒啊然後標罵你之後 你這傢伙你怎麼好意思把這些都拿出來刺激我們這些胖子呢 然後再到這邊來就是會有一個勇氣體重機 為什麼叫勇氣體重機呢 就是因為在這地方你可以在這邊量到你的體重 但是你量的體重呢是所有來參觀的民眾都看得到的 所以究竟你有沒有勇氣站上去呢 我們現在就可以看到那個記者小姐的那個 真實體重答案就會露出來 你確定就要這樣公布給所有直播的人看嗎 你大概可以在那個最後一刻把它遮一下這樣子 然後他一開始就會選取說你今天要跟哪一個角色PK 然後現在就是要PK的就是那條魚 然後因為現在已經沒有人站在上面了 所以大家體重一定是不準的 但他會告訴你公布你的比賽結果 然後但是這個體重就是會公布在所有參展來看展的人都會看到 所以我們把它取名為勇氣體重機 就是你增上這個體重機要非常大的勇氣 然後我們在陸續走過來呢 還會有白鳥貓吃貨冠軍 拿著他最愛的那條魚跟薯條在這邊 展現給大家他就是一個吃貨冠軍 他沒有要跟你減肥的意思 然後再走到這邊就可以看到各式各樣的 白鳥貓在做健身操啊或者是在玩跑步機啊 但是有一個薯條在他前面他永遠都吃不到這樣子 然後這邊就有一些各式的勵志的言語 就是現在放棄啊之後就會很輕鬆喔 或者是日子那麼苦對自己好一點沒關係啦 就希望你可以放縱自己的身材 就做人壓力不要這麼大 然後之後到這邊還可以看到 白鳥瑜伽入門12室 然後你來的時候就可以在瑜伽店上面 跟他擺一樣的pose 譬如說好想大便室啊或者是都給你看室 然後讓朋友可以跟你一起拍照耍白鳥 然後之後呢我們就要進到下一區 進到白鳥貓的辦公室 然後在進入白鳥貓辦公室前 你會先看到就是有一個倉儲區 就是有各式各樣的白鳥貓的箱子 然後看到白鳥貓跟那條魚 倒在那個箱子裡面翻箱倒櫃的樣子 然後之後進入辦公室呢 你最一開始就會看到 正在偷懶的臭爪貓在滑著他的手機 然後又可以看到牆面上有各種 年度每路用表揚大會的表框 或者是白鳥貓老闆的自拍照 然後這邊還有就是各種 沒有意義的形勢力在白板上面給大家看 可以知道白鳥貓他們幾乎是沒有在認真上班的啦 然後之後再往前呢 就可以看到我們的資深顧問白鳥貓 他其實默默在這裡數著鈔票 就是壓榨你們這些員工好讓他可以數著鈔票 然後桌面上還有一些就是白鳥貓的筆電啊 或者是他的白鳥貓的證件套 或者是白鳥貓的資料夾 來這邊的時候你可以向你的老闆們遞上你的文書 然後請他幫你簽合 然後旁邊還有就是白鳥貓的衣物間 你可以換上白鳥貓的衣服 然後一起拍照 融入白鳥貓世界裡 然後再到這邊呢還會有白鳥貓的冰箱 身為一個吃貨怎麼能沒有冰箱呢 然後這邊就會有白鳥貓的牛奶啊 或者是白鳥貓的餅乾 或那條魚煮成湯在裡面游泳的樣子 然後這邊有一個小彩蛋 這邊還掛滿了請勿偷窺 但是我知道絕對沒有人會認真聽話 大家一定會透過這個洞偷窺臉是什麼 那我們要公開嗎 還是留給來看展的民眾看 可以偷偷看一眼其實是 有個傢伙在裡面洗澡 剩下就來看展的人才能看到 所以來這裡的時候千萬就是 儘管的大膽的偷窺他吧 然後我們再往下一區呢 就可以看到 每個上班族不想面對的 星期一的入口在這裡 他已經張大很大 他的嘴巴準備要把大家都給吃掉了 然後在進入之前可以看到最後 我們最認真的衛生菇物的麻吉 正在這裡打掃 但是那條魚卻躲在水桶裡面玩睡 然後在進入星期一的區域之後呢 你就會看到各種 星期一臨時白賴貓的狀態 在所有的牆面之上 然後在這邊你就會看到 輸送帶上的白賴貓家族們 星期一正在改造這些角色們 讓大家變成就是I love my job 就我愛我的工作 就是變成老闆的工具人 然後再到這邊呢 這個地方是很特別的是 它有個互動的地方 你可以拿去釣竿 就是用錢去勾引白賴貓上勾 把它釣起來 就是為了錢 就是可以為了五斗米遮腰這樣子 而且其實還蠻 不要看它這樣 其實它還蠻難弄的 好放棄 還是你要示範看看 因為其實我在弄的時候 弄得都還蠻久的 不要看它這樣 其實它很難 但是千萬不要作弊用手拿 對好強喔 到現在都還弄不到 戴面具真的是很難用 超不公平的 但是這個娃娃就是用 就是釣完之後 記得要物歸遠位留給下一個人 不要把它帶走 然後到這邊呢 你就可以用 星期一的服裝可以穿 它就可以穿得上星期一的日曆上面 然後穿上它 然後打擊各種 林池這邊所有的白賴貓 釣起來的狀態 可以欺負它 打它 像星期一一樣領虐它 這也等於兩個枕頭 可以讓你盡情發現 你對星期一上班的怒火這樣子 然後星期一過了 就是星期二的出口了 然後過了這個星期二的出口之後 我們來到就是森林公園 它就很像你在平常 在都會中的一些小公園 你可以看到有各式各樣的白賴貓 譬如說是在發人的白賴貓 或者是在拔草的白賴貓 或者是這邊像米蟲一樣白賴貓 或者是在天上飛的白賴貓 然後這邊會有一個麻吉的小天使 在這裡迎接你 你這邊就可以看到就是小精靈在這邊 然後包括在天上 這樣與大家這樣互動飛翔來飛翔去的 然後到了這邊還可以看到 就是像蝸牛一樣懶得動 在滑手機的臭爪貓 或者是在吃草的白賴貓牛 然後到這邊還可以看到有個小池塘 是白賴貓正在釣著那條魚 所以大家來這邊就可以 假裝各種被釣的姿勢 或者是到這邊可以坐下來跟白賴貓一起野餐拍照 然後過了森林區之後 我們就來到了宮廟區 宮廟區是整個展區裡面最大的重點 因為這邊有四個主題可以讓大家玩 首先是這邊有個採券行 你只要來的時候可以憑你的看展的票根 然後可以跟我們的工作人員領取一張抽獎券 然後每個禮拜 雙周的禮拜一他會公佈開獎 然後送一些白賴貓的小禮物 然後這邊還有第二個看點就是Line Now的貼圖 我們這次比較特別的是 因為我畢竟是畫貼圖起家的 所以我希望來的人可以帶走一個貼圖的小禮物 所以只要你有手機的話 可以來這邊按照白賴裡布告人的指示 然後就可以看到一組限定貼圖 我這邊剛好有下載號 我可以先給大家看看 這些貼圖是只有來特展這邊現場才下載得到限定貼圖 你平常在外面或者是貼圖小撥上是絕對找不到的 就只有在展期限定而已 所以錯過之後就不會再有了 所以來這邊的時候什麼事都可以忘記 但是就是不能忘記下載貼圖 然後來到這邊呢 白蘭公司這邊最大展區最大的地方 因為這邊還會有白蘭上河圖 可以看到幾十隻的白蘭貓在這邊做互動 就是像我們以前看的清明上河圖 但是我們把它改造成白蘭上河圖 然後可以看到這邊有點像是捷克與螺絲一樣 但其實怎麼看都是馬吉快要把它推下水了 然後再到這邊呢 一定要來這邊拜見我們的白蘭大神 然後他這邊桌上還有很特別的是 還有魚的貢品跟薯條 就是他最愛吃的食物 所以很多民眾來這邊的時候 都喜歡來這邊牡拜我們的白蘭貓大神 然後可以看到他就是一種至尊無上的概念 就是就算要當沈爺 要當個很白蘭的神 所以又擺了一個很白蘭的pose 然後還有另外一件一定要做的事情就是 一定要來求我們的籤 這裡總共有24道籤 所以你每抽到的每一隻籤都有不同的解籤 有大級、中級、小級 然後你可以把你的籤拿起來 然後依照你對應的數字 然後就可以到這邊領取你的籤 像我剛剛抽到的是第12籤 所以第12籤是在這裡 但是上面並不會很認真的跟你解籤 像我這支籤就是美食運極佳的一個月 然後選餐踩到地雷的機率極低 所以適合當所有的吃飯、食飯局的主究 這些籤都是屬於就是二稿型的 他不會認真的給你一些建議 但是他希望可以讓你在生活中得到一些好玩的二趣味 然後記得來的時候每一個人都只能拿一支錢 所以不要一口氣全拿走 也要留給其他人一些機會 然後我們就可以進入下一區了 然後通常來到一些台灣的知名廟宇 絕對都會有一個算命區 所以來這邊就是有各式各樣的算命 譬如說是 西洋的我們的吉仙姑 它有一個塔羅牌的占卜 然後這邊還有一些塔羅牌 可以讓大家拿起來玩拿起來拍照 然後我們的第二攤就是面向占卜 然後占卜後面你可以看到各式各樣的字 其實全部都是擺爛 沒有一個要跟你認真的 但是你可以拿起這些字 然後擺在臉上 比如說我擋了擺爛紙 然後可以拿起來自拍合照 或者是今天你有個姑婆紙長在臉上 你可以拿起來做互動拍照 然後到這邊還有一個爛爛西服在這邊等你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Line Out的牆面 要提醒你記得一定要來這裡下載貼圖 然後我們就進入下一區就是我們的987歌坊 這地方你就可以完全得到心靈上的紓壓 就是在這裡高歌一詩然後怒哄 然後發現你的情緒這樣子 然後可以跟我們本期駐唱歌手 有甜心教祖吉吉 還有嘻哈叫黃甩甩甩 還有我們鐵費唱這樣爛爛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987歌坊霓紅燈 拍起來非常漂亮 然後我們過來就可以看到我們的白藍貓 酒家女在這裡準備要跟你乾杯喝酒 所以你可以拿起你的啤酒杯 然後坐在這裡跟他一起乾杯合照 所以這裡非常有趣 然後到這邊呢 我們還會有白藍貓的點歌機 但是你點的歌它永遠都是這一個 你歌型的來賓情掌聲鼓勵鼓勵的MV 然後我剛剛在直播前 我已經看到有人拿著外套這邊這樣甩啊甩的 已經在跟他玩互動拍照 然後呢這個地方我藏了一個小彩蛋 在這個白藍點歌機裡面 但是目前我都沒有公開過這個彩蛋 在這個點歌機的哪裡 所以來的人一定要特別注意這個點歌機 有個小地方 他藏了一個小彩蛋送給大家 然後再到這邊呢 還可以看到我們的歌台上有白藍貓在唱歌 然後旁邊還有搖鈴鼓跟彈著魚吉他的角色 然後你可以在這邊拿起你的麥克風 然後可以跟他高歌一曲一起唱歌 然後一起站在舞台上狂嗨這樣子 然後最後呢 我們就要進入我們最後一區了 然後在離開前也看到我們的B87屆最佳歌王 最佳歌后 其實都是白藍貓只是變男變女而已 然後最後一區呢就是 這邊是我想要讓讀者在 每一個使用白藍貓貼圖的人 可以在這邊看到更多有關於我在經營白藍貓角色的這些細節的部分 然後這邊會看到各種就是白藍貓的製造過程的機器在這邊 然後這裡還有一個腦粉測試機 就是你來的時候 如果你是白藍貓的鐵粉 你可以來這邊測試看看 然後帶上這個鐵粉的改造機的安全帽 然後可以玩貼圖 就是它是針對 它給你一個對白跟一個鐵圖 然後你要猜出這一個圖的對白是哪一個 應該已經開始了 它現在都只有圖 然後你就要譬如說看哪一個才是你的那個對白 好性感 剛剛是這一個吧 不是 好難喔 這一個好性感 然後再看看你就是嫌棄我了 然後看這邊的哪一個圖是它對應的角色 像這樣子 然後時間越快結束 你得到的獎勵就會 文字上的鼓勵越來越多 當然是拿不到實際上的獎品 恭喜你拍拍手 你就是超級爛爛粉 然後呢 我們再到這邊來之後 可以看到一些 就是我為了這次特載所創造的一些手稿 然後這邊就是有每一個 草稿跟文稿對比 可以讓你近乎原來 我的草稿可以醜成這樣子 可以跟文稿根本就是不同的圖案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我在創作這些圖的一些縮時攝影 可以看到我在畫每一筆的白毛角色的時候 的創作過程是怎麼樣子 然後再到這邊會有 因為我還有在經營粉絲團 所以我把粉絲團當作是在經營白來貓的日記 所以我幾乎每天都會更新一些白來貓的圖文 然後我精選了一些比較 共鳴度比較大的圖文 然後暫時在這邊 讓所有可能還不認識白來貓的人 可以再一次的重新認識白來貓的世界 然後再到這邊還會有一個IG的 因為IG有一個限時動態的功能 所以我利用限時動態的功能 讓大家參與投票來決定每一個漫畫的劇情走向 然後目前總共有20回 所以大家來現場的時候一定要從最左上方 然後開始依序往下看 可以看到各種因為觀眾投票而展身的離奇的 列奇的八點檔劇情 然後到最後一道 就看到我們這次特別製作超大隻 三公尺高的白來貓 然後這隻白來貓你可以摸摸它 就是像是娃娃一樣 然後來這邊什麼都也不拍 但是千萬不要忘記跟這隻超大的白來貓合照 然後其實看我身高就可以知道 我們的身高落差有多大 然後在離開之前 可以看到我特別放了這次的彩蛋是 無緣上架的貼圖 因為其實LINE貼圖它上架 有一些比較嚴格審核規範 所以只要是舉凡宗教或者過於暴力 或者太難聽的字眼 它都會不讓你上架 但因為沒辦法上架也太可惜了 所以我還是決定把它展示給大家看 然後再離開一點最後一區 你可以在這邊留下你 就是想要跟白來貓說的話 或者是你想要留言塗鴉許願 或者是留廢文都OK 所以大家來的時候離開之前 請記得在上面留言畫畫給我 然後我只要有空的時候 都會來這邊把這些圖都拍照做幾年 所以請大家用必要畫好畫滿 然後之後我們就到最後的出口了 所以這邊在這邊呢 我有留一些話感謝就是 這一路這兩年多來 就是每個粉絲的陪伴與支持 然後幫助我可以完成這個一個展覽這樣子 然後最後就是最後一個出口了 出口來到最後我們就來到白來貓的販售部了 如果你有喜歡特別喜歡白來貓 的話可以來這邊 帶一些就是紀念品回去做紀念這樣子 然後我們的特展總共就到這邊 就到出口結束了 謝謝 非常謝謝麻吉巴為我們做一個非常有趣的介紹 那這一次非常難得就是可以採訪到麻吉巴 因為我們知道這一次 就是這個展覽也籌備了一年之久 對對對非常的用心 而且非常的有趣 那大家如果假日還是要留下來加班的話 是不是就是抽個空翹班來看一下呢 對不對 除了除夕以外天天都開放 你拜託務必抽空來看一下 裡面都是我的甘與血淚 對對對 那我們年前就是大家樓上丘樓下公主阿媽 一起來看這個白蘭茅超油市特展 在松菸三號場庫 好歡迎大家來看 謝謝 大家來玩喔掰掰